说 你一个舞弊 闯入慕容家 究竟意与何为 我不过是仰慕世子的 骁勇者 想来此追随罢了 你一个贱丫头 竟敢仰慕表哥 就你 说吧 到底有什么物理 我没有 嘴巴还挺硬 看来不枉你伤口上撒点盐 你是不会说实话了 你若再不说 我就将你的手脚砍下来 扔进那莲池里做肥了 苏聂营 你在做什么 表哥 是舅舅让我 是舅舅让我 审问他的 父王那边我自会去说 可旁人想要动他 就先过慕容宪这一关 父王故意将儿臣支开 是为了审问阿里 为父这样做 也是为了慕容府着想 他的样貌 如此酷似当年的云飞 保不及 温宫满门 早在七年前就已尽数被灭 父王如此一心 难不称心中有火 岂有此理 你竟敢这么跟为父说话 来人 让假罚 仙儿 你现在认错还来得紧 孩儿无措 那就给他醒醒脑 世子 您刚上完药 应该回去好好休息才是 我无事 你先下去 去外面守着吧 是 阿里 我找了你七年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定会护你平安 他竟然挑战咱们 狮死婆娑阵 想当天生 我便想疯了 连命都不要了 死了也是婆干 狮子来了 有点神 配做我慕容线的贴身舞病 还真是一点都不惜命 阿里不知是狮子 还请狮子恕罪 自打你入府以来 便从未见你展露笑颜 阿里 不善言笑 这次你受委屈了 多谢狮子救命之恩 既然醒了 这几日便无需你事后了 好好休息吧 父王 母妃 无论有多简单 女儿定会完成任务 替你们报仇雪恨 狮子 您刚受鞭刑 又一夜劳累 真的没事吗 无妨 休息几日便好 狮子 您此次甘愿受刑 也是想要借此 躲过几日后 昭华公主 相亲宴上的比武吧 父皇的心思我很清楚 若不故意激怒她 又如何躲得过去 少主 听说你自上司被罚 这个慕容线 就日日将你待在身边 她倒是蛮贴心的 不过 你可不要忘了 自己的身份 少主请放心 阿丽已经探得密室所在 只是那密室上 有八卦所 寻常人 很难打开 那就想办法 将它打开 听明白了 原来百里兄在这儿 可让我好找 我也是寻遍慕容兄 许久不见 恰好看到你的舞弊 在此 便前来询问 哦 那折花 赠家人这种美食 百里兄 还是留给昭华公主吧 说起这个昭华公主 今日本是你我和她的相亲厌 没想到她竟跑了 连这家人的面 都未曾撇上一眼 早就听闻 昭华公主 素来请告 是看不上我们这种 王公贵子的 原本能以为 同慕容兄打上一场 如今是可惜了 回见 表哥 我听他们说 上次你的伤还没好 这可是我特地寻来的 金疮药 听说 专华公主跑了 真是太好了 表哥 你今天应该带我一起去的 多谢 你进来 帮我上药 近日就知道纠缠表哥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狮子何时受的伤 你这是在担心本狮子吗 狮子对阿里有恩 阿里自然关系 那你就告诉本狮子 你和百里泽 是不是之前就认识 狮子多虑了 阿里自有身份卑微 怎么可能认识如此鬼人 你若有难处 可随时告诉我 阿里并无难处 只是想有一处欺身之所 别无大求 好 我信 藏书室里书籍众多 说不定能找到解八卦所的图示 贱丫头 你果然包藏火仙 还是舅舅英明 一早便派人盯着这里 就等你自投罗网了 二小姐怕不是误会了 我不过是奉世子之命 前来拿些书籍 你以为我会信得了你的鬼话 我看此事也不用告知舅舅了 我现在就替他料理掉你这个麻烦 以免日后生事 二小姐是又想对我驱打成招吗 我也是世子的人 笑话 表哥他被你蒙蔽 我可不会 而且不管事实如何 我是绝对不会容你留在表哥身边的 剑丫头 你别见酒不吃吃罚酒 我告诉你 明年的坚日 就是你的记忆 来人 把他拖到郊外喂狗 阿丽 表哥 你怎么在这 是我让阿丽来藏书哥拿几本书 你又来做什么 我 不是的 是舅舅吩咐我 只要他在府中有何不轨的举动 我的舞弊 自有本世子自己做书 无需他人指挥 我上次便警告过 不要挑战的耐性 昨夜 你去藏书阁做什么 阿丽只是睡不着 出去转转 恰巧路过而已 便进去看看 那你便拿本世子 当做借口 你就这么确信我会帮你 世子如此及时解难 莫非一直派人跟着我 记住我的话 以后别再轻取妄动了 既然你觉得 莫容先是个麻烦 那就想办法将他除掉 怎么 你不扯的 少主多虑 很好 再过几日便是一年一度的赏灯节 到时候 你就派着你家世子出去看看 他会开心的 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出身 三日后便是灯节 世子可愿 陪阿丽去看看 世子 您今天晚上真的要去吗 不就是赏个花灯吗 有必要这么谨慎吗 属下 是担心阿丽姑娘的 你担心 他会图谋不轨 会害我 他夜入藏书室 明明就是为了找 清明 你知道吗 他笑 虽笑的 不如从前那般灿烂 却已是最好的开端 我相信在不久以后 他会回来的 阿丽 你可还记得 当年我第一次见你是 也是这样 繁华的一个夜晚 我是温顾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慕容线 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 你就要欺负回去 世子莫不是记错人了 阿丽跟世子第一次见面 是在慕容府内 阿丽 你是在跟我做戏 还是真的叫我忘了 那边看看 阿丽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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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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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啊 阿里 你 啊 你 哇 是 狮子 念小姐的这个药膏十分管用 您也受伤了 要不也用一些 我没事 不必用药 属下先前跟您说过 此灯节出游必有蹊跷 昨夜 说不是属下及时赶到 恐怕后果将不堪设想 您明明知道 阿里姑娘是百里泽的人 为何当初还要 她虽伤了我 但最后还是救了 可是狮子 不必多说 还有 昨夜 我被阿里所伤之时 不准向任何人提醒 是 阿里 你终究 还是舍不得我 不要 不要 想要复仇 就要心无忏念 还忘了就都忘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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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复仇 就要心无忏念 太忘了 就都忘了 他们都是被慕容家害死的 你要替他们报仇吗 不 不 我要去找慕容线 我要找他问个清楚 有人吗 快开门 慕容线 慕容线 是我 你为什么不出来 我有事情问你 开门 开门 你竟然还活着 你竟然还活着 小姐 他们慕容家 害得温姑家 满门见面 你怎么还敢来 慕容线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是我 阿里 你怎么了 还在跟我演戏 慕容线 你明知道我的身份 为何还要处处替我遮掩 你认出我了 若非我失了记忆 又怎会被你愚弄 说 你将我留在身边 到底有什么阴谋 阿里 你又相信 我只想护你平安 相信你 七年之前 你将我拒之门外 我在相约之地 等了你五天五夜 你都未曾出现 从那一刻起 我对你的信任 就已经死了 给我点时间 我会让你证明 当年温姑灭门 对我隐形 有什么证明 是用你的命 我不相信 你真的想得去受 我不相信 你真的想得去受 阿里 其实当年我 怎么了 阿里 你怎么了 不要碰我 阿里受了些伤 你上次送的药还有吗 表哥 请稍等 我这就去给你拿 表哥 这个是我前些天刚去医馆拿的 只剩这么一点了 你要省着点 这毒 毒 请免 这毒实在应毒 不像寻常周 老朽惭愧 无法解毒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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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什么 除非 寻得解药 否则 三日之内 这姑娘 必死无疑 苏念盈 解药 表哥 你能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在给我的药膏里下了剧毒 我没有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掐断你的脖子吗 我最后再说一遍 解药 千尔 你干什么 逆子 你疯了吗 她是你表妹 她给阿丽下了毒 我今天必须拿到解药 舅舅 阿严没有 那药膏 是阿严从外面拿回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 对念盈下这么重的手 简直慌了 我再说一遍 我今日必须拿到解药 请父王让开 想动念盈 先动火 世子 如何 父王本就不想让阿丽活 自然是护着表妹 可若是拿不到解药 世子不必有心 此刻念姑娘 正在阿丽姑娘房内 踏实相互散衣 定见过不少阴难杂症 叶白少来了 此毒名为虎骨 发作时 全身骨头犹如被猛兽死药啃尸 最终令人胡获痛死 会有解法 若是找不到解药 三日之内 性命不保 那可有拖延之法 是有一个办法 只不过 只不过是什么 快说 若是有内功身后者 可以将此毒 转移到自己体备 用内力强行这样 好 我来 可若如此 以后 你便不可随意动用内力 否则此毒就会发作 眼下 抱住阿丽性命 才是当务之急 其他都不重要 这是可以稳固内力的药丸 你可以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多谢 带我回去寻到解药 再拿来给你 那便有劳念神医了 就当是还当年 你在街头相救我的恩情吧 你交保护费 兄弟几个就拆了你的医馆 小妹人 姿色不错 不如跟了我 我就抵了你的银子 岂有此理 光天花日之下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在这点 我们就是王法 你们知道本姑娘是谁吗 你们要是再敢乱来 我面你们酒足 小妹人还挺辣 小妹人还挺辣 此事便不过是举手之劳 只是没想到 从那以后 一连几个月都没见过念游姨 我也是怕有人再来闹事 所以索性官们有诊了 有时候我觉得 你不只是个纯粹的优衣 那你觉得 我是做什么的 那就麻烦你了 今日之事 今日之事 还希望能替我保守命 之前 我替阿丽姑娘检查的时候 发现她的身上 好像被人下了傀儡树 傀儡树 她的心间 有图迷花的印记 似是一种 忘成绝念的古服 一旦此书被激发 便会为人所控 竟是如此 放我出去 古王 为什么不放我出去 这段时间你好好在屋里待着 我去出来 我要出去 放我出去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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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 当年之月 重视我有亏于你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达成所愿 哪怕万劫不复 狮子 阿丽姑娘醒了 狮子还敢来 就不怕我再对你动手吗 当年之事多有一点 我会查清楚的 能有什么异点 当年方嬷嬷就已经都告诉我了 我温姑满门尽灭 皆是因为慕容渊 向圣上诬告我父亲谋反 难道他会骗我吗 父王也是受人蛊惑 所以我温姑一门就该死是吗 阿丽 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给你的交代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慕容仙 只要你将当年那封密信给我 我就相信你 现在不信 那你又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所以 你会入慕王府 就是为了那封密信吗 是 你就那么相信百里泽说的话 我只相信当年发生过的一切 只要我在 就不会让你轻举妄动 慕容仙 既然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就不要阻拦我 或者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把我杀了 用绝后患 你明知道我不坏 就算你不会 也会有别人 方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好表妹 都干了什么事 相信我 我只想护你平安 护我平安 慕容仙 你既给不了我想要的 又怎么让我相信你 你不会再次将我 岂如碧云 你怎么 没想到阿丽如此厉害 看来是已经恢复了 你方才为何不躲 阿丽 再信我一次 这次 我定不会让你失望 这是何物 这是我的护身符 关乎我的身家性命 今日 我便以此为平 你愿意再信我一次吗 好 如此深厚 我定不相复 慕容仙 若是你敢再骗我一次 我定会将你穿心破坛 有埋荒涂 狮子 你没事吧 若是想要 且开望尘谷 那便要找到 西域珍宝 西兰盛藏 而今仅有的一株 已被收入宫内的珍宝阁 请勉 替我准备一下 今夜我要入宫一趟 可以您现在的体力 去了就是送死啊 我自有办法应付 阿里 你居然对慕容仙动了情 可真是让我伤心 少主 沐浩宝传来消息 说是阿里身上的狐狐解了 知道了 少主 听说你救慕容仙受伤 我来看个伤的如何 少主 望人前来 就不怕被发现吗 就外边那帮废物 还能拦得住我 更何况 慕容仙不在府内 慕容仙不在府内 你可在乎他 你是怕我被慕容仙的人发现 还是怕 我被慕容仙发现 阿里 只不过是担心 少主的安危罢了 你在关心我 那你告诉我 你为何要救慕容仙 阿里只是觉得 慕容仙现在对我们来说 还有用 杀了他 我们很难取到密室的钥匙 你可是真心的 绝无虚言 好 不过你要记得 可千万不要把性命搭进去 站住 大胆狂贼 竟敢私自身手空间 就让我看看 究竟给哪个不要命的 竟敢闯空 住手 参见公主 公主 门之运去哪了 怎么没见到你 什么时候轮到你 问本公主问题 不敢 本公主不想出面 所以才派人前来取 都退下吧 是 想不到 你竟是招化公主 慕容仙先欠失礼了 恕我隐瞒在心 你不会怪我吧 公主说笑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小游依竟是公主 我自要在喜欢医术 跟医院师父学成之后 所以才出宫力量 先前相亲人出逃 也是因为不喜欢 父皇他们 给我安排的婚事 那这次 怎么又突然回宫了 还不是因为你 我就猜到 你为了新来胜草 一定会冒这个险 他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慕容仙 再次借我公主 来人定等相报 难道 这竟是 阿灵 这汤药 又注意你的伤势巩固 喝了它 这次 怎么喝得如此痛快 世子的脸色 怎么如此苍白 难道是上次的伤 看来 你还是在意本世子的 毕竟 上次是我刺伤了你 只要你解气就好 世子 王爷叫你过去 父王 听宫里的人说 昭华公主已经回来了 白礼府那边已经准备好了礼物 准备明日入宫拜见 你可要上点心了 我并不打算同昭华公主联姻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联姻并非上策 想要保住慕容家 还是要查清 父王 今天你查清了又如何 你知道现在满朝上下 有多少皇后的赵亚 赵华公主乃皇后清出 你只有娶了她 我们才能永得宁日 你如此抗拒这门婚旨 是不是因为 那个叫阿尼的丫头 父王多虑了 既然父王坚持如此 那孩儿照办便是 好 那你准备准备 明日进宫去吧 是 父王 明日去街上 给我买份藕粉桂花糕 明日我要带进宫去 世子 虽然您上次回来说 念姑娘就是昭华公主 可这见面礼 是不是 属下多言 既是属时 那便更好吧 只要昭华公主不同意联姻 那父王 也就无可奈何了 那这次 还需要阿丽姑娘和您一起去吗 不必 我听密探说 昭华对慕容线 颇有好感 侄儿也没想到 慕容线竟然和公主 能沾上这层关系 是我小看她慕容家了 竟然暗地打起了昭华的主意 想利用昭华来稳固势力 姑母说了极势 公主性格单纯 极易被人蒙评 稳固家那个贱女人 到底堪不堪用 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一切都在侄儿掌控当中 要不是她还有点用处 我早就不会让你留她性命 想要击败慕容一族 温孤月还要利用价值 不拔了慕容这根刺 扎在心间总是难受 姑母请放心 按照侄儿的计策 慕容线恐怕没几日好过了 听说明日 慕容线要拜见昭华 侄儿还怕她不来 只要她来 侄儿定在八尺南飞 公主 你看这百里柿子送来的衣服 用料精美 做工细致 这简直是巧夺天工 好了好了 拿下去吧 慕容线 见过昭华公主 慕容线 你来了 你是生的双无碍吧 多亏公主给的药碗 无碍 你放心 现在我回宫了 一定能更快的找到解药 有劳公主 这是慕容线 在汴城 买的藕粉桂花糕 还望公主不要嫌弃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还是你送的 最合我的心意 其实此次慕容线前来 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你说 还望昭华公主 不要同意联姻一事 慕容线 你说的联姻一事 是同你 还是同白李泽 慕容线自知不才 自知配不上公主 慕容线 你就这么讨厌本公主吗 公主误会了 我当公主是 真心相待的朋友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母后呢 一心要我嫁给白李泽 但父皇 比较注重我的心意 我的婚事 不由任何人做主 如此甚好 那慕容线 便不打扰公主休息了 就先告辞了 陈姻一事 你们看 在男个人 我们看 我们看 你 可ate 我 没有 我 好 我 怎么 我的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母后 是不是因为你在我今日焚香中动了手脚 母后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跟慕容线走得太紧 她就是要利用你对付我们百里一族 你知道吗 母后如此心虚 难道当年温故已是面门 真的是你一手所为 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今日一定要救慕容线 你哪儿都别想去 看来百里一族还是如此沉不住气 世子实在对不住了 属下不能让您活着离开这里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这花工伞对常人无用 可像你这种内功深厚之人还是大有用处的 看来皇后是算准了我会面见昭华公主 所以便在殿内焚香 这只能过您运气不好 得到了昭华公主的亲爱 打了百里家的路 所以说只要除了我 百里泽就能稳坐驸马之位了 聪明 省得我浪费口水 那属下就得罪了 上 花工伞 怎么对你没有用 回去告诉百里泽 想要对付慕容线 还得多用点脑子 这花工伞果然厉害 世子 你怎么了 慕容线 慕容线 我是不是又让你担心了 我只是怕你赖账 你还欠我一个交代 你放心 我没事 听清免说你昨日入宫了 你可知是谁伤了你 这些事你先别管 我自会处理好 少主 这么着急找我 可有什么事 少主 希望你把慕容线 交给阿里来处理 怎么 伤着他 你心疼吗 阿里只是想利用他 查出当年的真相 我是怕 你到时候别被他给利用了 你该不会是 真的爱上他了吧 少主说笑了 阿里体内 重有望尘骨 怎么可能生出 多余的景念 我是提醒你 千万别忘了 自己的血和深仇 阿里绝不会忘 温姑家那个贱女人 究竟堪不堪用 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一切都在 指而掌控当中 要不是他还有点用处 我早就不会让你留他性命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慕容约寿臣当夜 我们必须行动 阿里先行告退 阿里 你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世子 我昨夜跟踪阿里姑娘 她果然去了百里府 中了化工伞 我听见得多 伞也压制不住了 那我现在去找公主 公主的解药 只能暂时延缓毒性 无限当务之际 是要等百里色最终出手 那世子 有何打算 此次皇宫夜袭失败 百里色定会有所行动 看来 只能利用阿里了 世子为何不索性 直接将真相告诉阿里姑娘 不能把她牵扯进来 而且我中毒的事 不能让她知道 世子 阿里 这么晚 怎么还不睡 我看你这两日总是咳嗽 所以我为你炖了梨汤 你这几日脸色都不太好 是哪里不太舒服吗 只是感染了些风寒 无碍的 沐如仙 你上次跟我说 别拽了 沐如仙 我不是守卫森严吗 怎么会有刺客闯入 应该不是闯进来的 而是一早混进来的 明日我便查清楚 难道是少主等不及了 派人刺杀梅如仙 阿里 你在想什么 梅如仙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让我给你时间查清楚一切吗 究竟要多久 阿里 你又开始怀疑我了 我只是不想再等了 我答应你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世子的意思是 府内昏入了白里泽的人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打算 在父王寿臣那夜行动 需要手下去把此人找出来吗 不必 让他们计划顺利进行 世子的意思是 将计就计 不炮砖 如何隐喻呢 你说什么 上次仙儿登节御字 是阿里上了的 是啊 舅舅 这个我也是听下人说的 老夫就知道 这个女人身份可疑 混进沐王府 必有他徒 对啊 舅舅 你要赶紧想办法 救救表哥 表哥现在找到 那个贱丫头的道 说是不早点处理掉 恐怕日后 就要后患不穷了 这次 我一定要问个清楚 父王 你找我 你说 那丫头到底是不是 温辜之后 父王既然专程来问 想必 心中已经知晓答案 这次 怎么答应的如此痛快 不想替他遮掩了 其实孩儿 早就知道阿里身份 招他入府 也是故意之举 你说什么 可能父王还不知道 阿里背后的人 其实是百里 既然知道 为何还要引狼入室 与其坐以待毙 倒不如主动出击 孩儿之前护着阿里 便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再将计就计 引出百里则背后的诡计 此话当真 百里一日不出 我慕容 便无一日安证 还请父王 不要插手此事 孩儿自有安排 原来表哥对那个贱丫头 只是利用而已 世子 您真的将阿里姑娘的身份 捅出去了 我若再不承认 恐怕这次 父王很难赞 轻易放过阿里 世子 扶我去床上 世子 公主给您的药 竟快吃完了 这几日毒发 越来越明显 青棉 这几日你替我说话没说 就是我闭关调养 不得放任何人进来 尤其是阿里 世子 你歇下了吗 阿里姑娘 世子已经歇下了 世子可是风还还没好 我进去看看 世子这几日需要闭关 任何人都不能相见 连我都不见 阿里姑娘还是请回吧 等过几日 世子出关了 自会相见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慕容渊寿辰当夜 我们必须行动 阿里 这次你还愿意信我吗 为何一连几日 慕容献都对我避而不见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二小姐 剑丫头 你的命真够硬的 上次那毒都毒不死你 还是托二小姐的红服 阿里才能死里逃生 我现在看着你这张脸 我就讨厌 二小姐 我好歹也是世子的人 你真以为表哥在意你 他不过一直在利用你罢 他明知道我给你下毒 却不追究 不是吗 你不过是表哥手里的一枚棋子 等你成为棋子的那天 你看他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哭着你 阿里姑娘 世子说了不见人 我今日一定要见到他 慕容献 你让我进去 阿里姑娘 这是世子的命令 请阿里姑娘不要为难我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得罪了 哈里姑娘 你若再闯 我就要将你关进去了 慕容献 你又要将我拒之门外吗 世子 走了 这次 他又要恨上我了 世子 您的伤不能再拖了 也不知公主 何时才能逃 这是我的护身符 关乎我的身家性命 近日 我便以死为凭 你真以为表哥在意你吗 他不过 一直在利用你罢 这果然 同八卦所上的空缺刚好吻合 慕容献 既然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就不要阻拦我 或者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把我杀了 永绝后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慕容献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爷 您就这么放心 那丫头留在世子身边 本来一开始 只是担心谢儿对她动情 惹出什么乱子 既然谢儿对她只有利用 那就没什么可顾虑的 王爷 您就这么相信世子所说 如果她真的在意那丫头 必然不会跟我承认她的身份 贤儿有时候虽然固执 但绝不会拿慕容一族的安危 开玩笑的 王爷说的是 可是 毕竟当年温孤险 是因你而遭难 您就不怕她日后找您麻烦 在贤儿办完事后 为饱起见 我自是要杀了那丫头的 还是王爷您死虑周全 凤几云事已至起 难道你还不清醒吗 有人吗 快开门啊 慕容线 慕容线是我 你为什么不出来 我有事情问你 相信我 我只想护你平安 如果她真的在意那丫头 必然不会跟我承认她的身份 原来你只是对我闭而不见 不如心 我真处 竟然又想你一次 世贼出关了 昨夜 你怎么淋雨了 多谢世贼关心 阿丽没事 这几日 我闭关调养内息 吩咐谁也不见 阿丽可是生我气了 谁都不见 慕容线 你又再同我作息 世子说笑了 先前是阿丽不懂事 过几日 便是父王的寿臣 阿丽 你可愿上街 陪我买下鹤里看看 好 慕容线 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要装到何时 阿丽 你说当年 就是在这棵柳树下 等我五天五夜 是吗 阿丽已经不记得了 阿丽 当年你来找我之时 我被困于家中 无法脱身 你可知 我当时心里有多急 后来 我脱了困 便来此处寻你 可我寻遍了整个汴城 都寻不见你 小心 世子今日 为何要带我来此 阿丽 我只是向你信我 只可惜 慕容线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绝不会再相信了 你是何人 我是少主派来协助你的 所以那夜 刺杀慕容线的人是你 也是你引我 去慕容线住处的 少主让我提醒你 不要被感情迷惑 从而误了大事 少主多虑了 我之前就跟他说过 自从我住下望尘谷的那一刻起 就不会生出多余的情念 我只是来通知你 慕容线寿臣动手那一夜 我会帮你一起完成任务 我自己就可以 无需旁人帮忙 是吗 即便到时候 你打开了八卦锁 里面那些简单的机关 你打得开吗 说来也奇怪 最近梦尘谷 倒是没有什么 悸动的感觉了 少主 一切可都准备妥当了 少主一直派人盯着阿里 阿里自是不敢怠慢 我只是之前 见你磨磨唧唧的 这才让墨珠 帮你下决心而已 少主误会了 阿里从未迟疑过 你啊 就是嘴硬心软 我最近才知道 慕容线早就把八卦锁的 钥匙给你了 不是吗 我若不让墨珠 击你一把 你还不知道 要藏到什么时候 少主如此聪明 又何必跟阿里打雅迷 慕容线给我钥匙 也不过是想要利用我 引出少主罢了 好啊 他想引蛇出洞 我还想 望中捉遍 群儿祝你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久问慕容红家上午 在下一只苦于机会 没有同少王爷较量 不如定在今夜如何 今夜是家父寿臣 实在不宜动剑 我们只是切磋 比试比试 又有何妨呢 白礼则执意要同我比试 难道是想试探些什么 少主 不出您所调 慕容线果然中的狐独之毒 头 这么说 他真的将阿里体内的毒 转移到自己身上了 苏念颖那个蠢货 还真没让本少主失望 再加上他在宫内 撞到化工伞 但府内几日避不见人 想必是他体内的毒 就快压制不住了 这倒真的是 越来越有意思了 慕容线 我倒想看 你这次究竟要如何翻身 救命啊 太阳了 太阳了 太阳 打开八卦锁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好 对 我 D MAY 八卦锁 我 当年果然是慕容家勾结血润阁 屠了五官宫满满 慕容仙 我早该杀了你 你先过去 我等会儿就来 果然是血润阁的人 说 谁派你来的 原来世子在这 老李 看来你的剑法还得在练练 一剑杀了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没想到 你终究还是不愿意信我 信你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装的 我说过 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不必了 慕容家同血润阁往来的信件 我都已经看到了 你就别想再骗我了 所以今夜之后 真的是你同百里增比英外合 你难道不是一直也在利用我吗 阿里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真的从未辛苦我 是 好 很好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只有我 才能要你的命 表哥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自然是担心你 所以才会来照看你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 什么 阿里呢 阿里人在哪儿 表哥 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一醒来就问他 舅舅正在牢里审问他 我估计那个贱丫头 也活不了多久了 就算他要死 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上 真没想到 你居然没死 仙儿早就料到 你们会在寿宴上行动 所以我穿了软甲 果然 他早就算好了一切 一开始 我还担心他会被你迷惑 看来是我失策了 你们沐王府 不是一向擅长狼狈为剑吗 其实当年那些事 我确实是找了百里岩的道 但为了沐王府的安危 我只能牺牲你 明明是你勾结薛人阁 偷了我满门 现在居然要诬陷到百里家头上 沐王院 你真让人恶心 念在你被人蒙蔽的份上 如果你说出 莫朱去了哪里 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呸 你休想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狠心了 沐王 且慢 沐儿 你有何事 请父王 将人交给我 我自己的武艺 我自己会料理 那我就拭目以待 你真就不愿意再信我一次吗 沐容仙 你最好现在一见就杀了我 我说过 我会保你平安 你说这话的时候 你自己信吗 你记不记得 少使你曾对我说过 说被人欺负 便一定要欺负回来 沐容仙 你别再白费口舌了 我宁愿咬舌尽 也不愿再被你们沐王府 肆意践踏 温世子说过 只有我能要你的命 再信我一次 这次我绝不会让你失望 那一刻 我是真的用信命 始终对你保有微弱的希望 是我太可笑了 清明 叫人把他拖下去 不失荒野 是 狮子 现儿这次做事倒是干脆利用 看来是我多心了 说 那天晚上为什么不带阿里一起回来 他说还有别的事情要解决 就走了 所以你就把阿里一个人留在了慕容府 收拾我 我只是想尽快把明仙带回来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慕容仙会杀了他 还把他扔进了乱葬坑 不是 皇后要见你 泽尔 这次事情办得不错 多谢姑母夸奖 怎么心不在焉的 可是为了温姑月那个剑壁 我听说他被慕容仙给杀了 之二也是刚刚得知 死得好 省得你被那个剑人迷得魂不守舍的 姑母误会了 误会什么 你当我看不出来吗 你对那剑丫头的心思 温姑家的女人最会勾引男人 之二只是觉得她大有用途 密信已经到手了 她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也该收收心 姑母 教训的是 昏姑家的剑皮子 你怎么就该死了 行了 泽尔 一个剑壁死了就死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自然是将慕容仙 碎尸万顿 我心里没死 你醒了 你是谁 这是在哪里 昨夜是我从死人堆里把你扒出来 你为何要救我 并非我要救你 是慕容仙让我去的 慕容仙 她又有什么阴谋 我现在就把她的阴谋告诉 我手中的药 只能令你暂时恢复体力 目前来说 足够了 我已经查清 药 是白里泽通过小贩 卖给宋念一道 白里泽 真正想对付你 是 没错 他了定了 你一定会救人 用自己的内功 去压制活果 随即母后用命人在我店内的香料中 偷偷加入了化工伞 想要追你没死地 白里一族的人为了对付我 还真是少费苦心 对不起啊 慕容仙 我没想到这次事情 母后也牵扯其中 是我连累了 此事与公主无关 早知道 我就不该将转移虎骨的事情告诉你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阿里的性命 有时候 我还真的有点像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 既然已经知道了虎骨的来处 我可以直接让白里泽交出解药 事到如今 我不想要打草惊蛇 万一他这次信你了 那你的计划 岂不是纸上谈兵 我了解他的个性 以此辜负 足以让他终身戒备 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和慕容仙 你们是一伙的 我说了这么多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 你身上的毒是如何解的吗 那是歧毒糊糊 没有解药 根本无法跟知 为了救你 慕容仙不顾自己的安危 将剧毒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不会的 为了不让你发现 毒发的那几日 他可把自己关在房间的闭关 你说过会相信他的 但是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之所以黯然无恙 那是因为冬克药物维持着 可是他在地牢里杀我 那是假衣杀你 是为了掩人耳目 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生死难料 小姐子让你离开 你现在都清楚吗 慕容仙 原来不只是我不信你 你也同样不信我 我会再信你一次 红补的解药在哪里 我说过 那剧毒是百里泽给毒 是少主 你不是被慕容仙扔到乱葬岗了吗 居然还活着 看来少主并不想让阿黎活着 都给我找 就算绝地三尺 也得给我把人找出来 是 少主 温孤远 你若是敢死 我会必不考虑你们温孤家的祖坟 说 那夜任务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来 阿黎想要知道 那一续忍阁的杀手 为何会出现在伯父 又为何少主的拆解 你还想知道什么 因为阿黎发现 那夜杀手的身上 有血忍阁的标记 当年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少主还想瞒我吗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那我就告诉你 当年慕容渊之所以告发温孤险 那是因为撞了我百里家的回礼术 可当年义父确实是为了救我而死 那是因为慕容渊手中 由我父王诬陷温孤险的密信 所以不得不宜死脱嘴 所以 百里炎已性命下注 就为了引我进圈套 到得当年的那封密信 解除百里家的危机 那夜你看到的那封密信 是已经被莫术提前吊包过的 原来 害我温孤家 灭族的罪魁祸首 原来是百里炎 我少时还错把仇人当恩人 对他感恩戴德 既然回来了 那就好好留在本少主身边 你休想 阿里 这可由不得你 怎么可能 你身上的望尘骨 怎么就解了 究竟是怎么解的 难道 我身上的这个骨 也是傀儡树 叫不然 那天灯节晚上 你怎么会刺中慕容羡 原来如此 你竟然用傀儡术控制我 莱利泽 我要杀了你 原来那夜慕容羡 私闯皇宫 竟然是为了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算你的望尘骨解了 也分不出我的手掌心意 真是秘笔 你大概不知道 此骨非动情而不可控 若不是你对慕容羡 先动的情 就不会激发望尘骨 也就不会为我所控 所以啊 一切都是在于你 我现在就将你关起了 你哪儿也别想去 打起十二分精神 别让这家脱跑了 否则少主回来 给扒了咱们的皮 是 目前 先找到解药才是当务之急 莱姑娘 说 呼呼的解药在哪里 我要是说了 就没命了 你若不说 我现在就让你没命 别 我说给你拿 您今天知道她来偷药 我们为何不拦着 为什么要拦 既然她想要 给她便是 看来少主 是另有一份计划了 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心甘情愿地留心 我要见慕容羡 剑丫头 你居然还没有死 你竟然还活着 上天怜我 让我命不该绝 我这次来 就是专程来找慕容羡的 舅舅 这次 绝不能让她跑 丫头 既活灭 为何还要回来送死 我有重要的事要见她 来不及过多解释 既然你来送死 那我就成劝你 攻进手 我若死了 慕容羡也同样活不了 这次不论你说什么 我都要将你慢慢折磨至死 住手 我说过 她的命是我的 为何还敢来我慕容羡 当真是不怕死吗 我若偷偷前来 你未必愿意见我 唯有如此 你才会现身 你就这么肯定 我会救你性命 这次 我信你 对不起 之前 是我误会你了 你此次先来 就是为了给我道歉 这是虎骨的解药 是我从百里府倒出来的 是昭华公主跟你说的 我正懂得是 公主 难道念白杀 就是昭华公主 你既然走了 就不该再回来 你把解药吃了 我立刻就走 绝不会再来烦你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要已经服下 你可以走了 不如 让我照顾你几日 你不必借还于我救你之事 我只是为了还七年前我对你的亏欠 从此以后 你两不相欠 你真的没事 走 你好好休息 世泽 这解药 是假的 表哥竟然将躲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剑丫头 你真是该死 小舅 不好了 表哥他晕倒了 你说什么 显儿怎么回事 都是阿里那个贱丫头 是他给表哥下的毒 岂有此理 等我抓住这个丫头 你让他生不如死 王爷还是不肯放过我 本王就知道你贼心不死 既然敢对显儿下毒 把解药交出来 我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 王爷误会了 有些事情 阿姨已经都告诉我了 是你给显儿下了毒 才导致他现在昏迷不行 导致当初 直接杀了你 怎么可能 我给他的冥冥是解药 你终于承认了 给我拿下他 抓活的 王爷不必费事 我跟你们回去就是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对吗 你故意让我偷走解药 就是想借我的手 再害他一次 是吗 我的阿里 你可真聪明 但是你啊 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就算你现在杀了我 你也救不了他 你到底要干什么 当然是想让你嫁给我 你在说什么 如今密信已到手 我不再需要去昭华公主 可我还是要成亲的 不如这个新娘 由你来当 白礼泽 你又在想什么阴谋 阿里 你可知道 我侵慕你已久 只要你嫁给我 我就把真的解药给你 你就可以去救他了 你侵慕我 你还用傀儡术控制我 那些只不过是 对付慕容线的手段罢了 我怎么可能真的伤害你 白礼泽 你真让人恶心 难道你是不想救慕容线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鬼话 你现在除了相信 你别无选择 好 我可以答应你 那你必须先把解药给我 而且 我要见昭华公主 就麻烦公主 替我把这个带给慕容线 这次的解药 是真的 你为何不自己去 难道 你真的要嫁给白礼泽 这是阿黎的家务时 就不劳烦公主操心了 阿黎 在此谢过 你是想要独自射险吗 白礼泽 带着所有的一切结束 我便与你同归于尽 这是何意 王后有力 让我抓你回去 没想到 你这个贱臂竟然还没死 大胆贱臂 见了皇后娘娘还不扣半 瞧瞧这张礼 长得还真像当年的云飞 都这么会勾引你 皇后娘娘此言何意 果然贱人 长得都一个屁 就喜欢装姑姑 跟当年的云飞一个样子 你还以为你是什么神子 尊贵的千金小姐们 竟然忘乎攀罗 不报 勾引则二 当年果然是你 勾结白礼家 陷害我们姑一族 是本宫又如何 你没看见云飞死的时候 神情是多么的绝望 一尸 不命 既然慕容线下不去手 那本宫就替她出手 给我往死里打 打死为止 住手 怎么 你还要替这剑壁求情不长 姑母恕罪 侄二留着她 是为了将慕容线彻底除掉 哦 你又有什么计划 据我所知 慕容线对这个剑壁很是在意 留着她 不怕慕容线不上钩 可我怎么听说 你为了讨好这个剑壁 竟然替慕容线解了疑 就让她这么死了 岂不是太便宜她了 不如好好地折磨一番 侄二再整机会 将慕容一族 先跟花旗 既然如此 那本宫再容她多活两日 姑母 盛名 你说阿里被皇后带走了 是 宫那一大早传来消息 说是皇后娘娘 要对阿里姑娘斩尖杀绝 现在什么情况 后来白里泽赶到 将阿里姑娘带走 并关入了他们家的地牢 我要去救阿里 可是世子 这明显又是白里泽的另外一个拳头 就算是圈套 我也要去 世子 您才刚刚大难不死 我此番前去白里府 除了救阿里 还要找一样东西 不知世子 叫找何物 当年 控制父亲的傀儡娃娃 应该还藏在白里府中 这个机会 我等了很久了 此事还是太过冒险 不如 我们找公主商量一下 她或许可以帮忙 阿里现在身处险境 她对于白里泽而言 已经毫无利用价值 一刻 也不能蛋糕 你还要去救那个贱臂 你不是说 你对她只是利用吗 父王 孩儿要救阿里 自有孩儿的道理 要不是因为她 你信怎么会被盗走 这次被子再也不会纵容你了 不许去 父王有所不知 白里泽此次以阿里为耳 就是为了拧诱孩儿前去 既然你知道 为何还要去 孩儿此次前去 是要混进白里泽 找出当年控制父王的傀儡娃娃 什么 傀儡娃娃 想要保全慕容家 仅凭密信 只是纸上谈兵 还要有傀儡娃娃 这个时政才行 原来你上次 故意让白里泽 倒走密信 是为了放松她的警惕 正是 只有让她觉得自己成功了 这张密不透风的王 才能扯出一道口子来 好 那为父王在最后相信你一次 阿里 世子 你终于来了 阿里等了你很久了 阿里 你怎么了 世子 阿里好怕 世子会再次将我欺辱碧绿 所以这次你来了 阿里就再也不会让你从身边逃走了 现在我断了你的经脉 让你无法行走 这样 世子就可以永远都陪着阿里了吧 你不是阿里 真的阿里在哪儿 阿里 这嫁一 是本王让宫中最好的裁缝感制的 你可喜欢 我不会嫁给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阿里 你为何总是要把本王拒之千里之外 你白里一族杀了我温辜一世 我奉劝你 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否则来日 我定让你不得好死 好啊 那在你杀了我之前 本少主先带你看一出好戏 你又想玩什么把戏 你难道就不想见见慕容仙吗 狮子 你为何不理阿里 你理一理阿里好不好 狮子若是再不说话 阿里可真的要生气了 小心烫 你若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便会让末中每日 好好如此对待你 你觉得如何 考虑了一夜 阿里 想清楚了吗 放了慕容仙 我答应便是 慌什么 我还想等我们的大婚之日 来请慕容仙 当我们的主婚人 我已经答应嫁给你 你为何还是不肯放过他 我的好爱丽 你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保证 慕容仙一定会平安无事 方嬷嬷 进来吧 少主 方嬷嬷也是你的老相识 本少主要进攻一趟 就让他帮你 是你的心意 小姐 好久不见了 方嬷嬷 你怎么也在这儿 老奴本身就是百里一族的人 你说什么 我本就是皇后娘娘 放在温姑府中的内印 当年寿宴上的那件黄袍 就是我偷偷调换的 没想到 你竟然在温姑府里 折服了这么多年 我奉皇后娘娘的命令 在温姑府潜伏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将温姑一脉 彻底颠覆 怪不得当年事发之时 整个温姑府的人都死了 可你却还活着 原来竟然是你 是的 若不是我家主子 认为你还可以利用 恐怕小姐活不到今天 可惜 可惜小姐只能活到今日 皇后娘娘有力 绝不能让小姐嫁给百里少主 一定要永绝后患 小姐 疯母 我这就送你下去 给我父王母后敌醉 父王 妃 女儿先给你们送过去一个 剩下的 女儿一一给你们相送 趁百里少不在府内 我还是先想办法救出慕容线 是你 你不是 先跟我出去 不好了 我们先逃跑了 赶快封闭哥哥出府路口 好 阿丽 我们先下井躲一阵子 天黑了 再出发 阿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还有 你的伤如何了 疼吗 无碍 只是些皮肉伤而已 你不是被墨猪废了经脉吗 怎么还能 这都要多亏了公主 虽然你身上的虎骨一结 但是 剧毒曾经游走全身经脉 还是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 这是宫中的灵药 你吃了它 它不但能让你经脉重塑 还能在日后 让你的经脉 自行修复伤害 这次又要多谢公主了 没有安全之策 我定然是不贸然进来的 待我 经脉恢复以后 我便打荤莫朱 逃了出来 阿丽 你可知这百里府内 有何禁地密室 禁地密室 府内的药房 倒是有些可疑之处 好 待到天黑之后 我们便去看看 你可是要找什么东西 我怀疑 当年控制我父王的傀儡娃娃 就藏在府内 只要找到的 那便是铁针入山 傀儡娃娃 所以你是故意落入 百里泽的圈套 就是为了找傀儡娃娃 可百里泽不知何时 就会回来 若现在不逃 放心 我已经拜托公主 让她帮我拖住百里泽 这几日 她应该都会在宫里 怪不得 皇后会让芳萌娃 挑这个时候来娶我姓 阿丽 你在想什么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你可还怨我 阿丽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怪你 放心 这次 我定会替温古一族平凡 你怎么知道 这里有机关 我上次进来 盗药之时 就发现这盆栽 位置有变动 所以就试了试 没想到 百里一族 还真有 手机傀儡娃娃的癖好 也不知道按的什么心 找到了 那我们赶快走吧 沐如线 你怎么了 看来是百里家 早就料到了 日后可能会有人来此 所以设下了机关 让人有来无回 不好 剑尘有毒 少主 少主早就让我们在此防备 以防万一 没想到你们真的跑出来了 看来百里泽 比我想象的要聪明 不过你的装束 并不像是百里府内的人 世子果然聪明 只可惜你中了倾途之毒 很快就要双目失明了 你们是血润阁的人 温姑姑娘 久违了 你认得我 不仅认得 我与温姑姑娘还是旧相识 血润阁的人 我见一个下一个 阿里 不如先 不如先 阿里 不如先 不用追了 就这两个残兵败将 用不了这么多人 我一个人就够了 青涂之毒 不如先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公主的小屋还算安全 你暂时先待在这里 这个傀儡娃娃就留给你 她可保你慕容一族无恙 至于我自己的仇 有皇后一日 想要清算便难比登天 但是 我至少可以拽着百里泽 一起下地狱 你说什么 方嬷嬷死了 是 属下赶到的时候 阿里也不知去向 怪不得昨日公主留我 姑母也在一旁帮墙 据属下所知 方嬷嬷正是奉了皇后之命 要去阿里姓名 我早猜到公主有些古怪 却没料到 姑母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 对阿里下手 慕容线 也从暗室失踪了 果然是我小乔的慕容线 血刃阁那帮废物 竟然没拦住他们 少主不必担心 小吏已经追上去了 回府 是 她竟然听 母龙线吸了毒 蒙古姑娘 就是这么对待 自己的救命恩人呢 我竟然都看清了 是你救了我 当然 但是 我只能暂时压制住你的毒性 要想解毒 还需要解药 你为何要救我 你有什么阴谋 没什么阴谋 只是 觉得同姑娘似曾相识 所以 我问故义族 全是被血刃阁所杀 你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不会杀你吗 如果我真的想害你 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你是故意放我们走的 不然呢 谁知道你这么傻 都已经走了 自己又跑回来 我要去找白里泽算账 白里泽为人城府极深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不要自投了我 他究竟是何人 为何我觉得 他会有些熟悉 木鲜 你醒了 你怎么在这 这是哪 我都读解了 白里泽从宫里出来之后 我就偷偷溜了出来 我猜测 阿丽姑娘一定会带你来这里 阿丽 阿丽她去哪了 我到这的时候 就没有看见她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木鲜 你等等我 木鲜 你等等我 放开公主 跟我回去 我就放了她 放肆 你若敢动她 我饶不了你 我雪人格想要抓的人 还没有抓不到的 你便是雪人格格主 看来还不算太笨 木鲜 你快走 她不敢动我怎么样 那我们大哥也试试 放她 我跟你走 这次果然有胆试 让开 本世子自己会走 你还真要回去送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就怕到时候给她来不及收拾 是 什么意思 说 你刚刚说那话 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猜错 她已经被格主带回去了 雪人格格主 你早就知道此事 你是故意迎我出来的 一个被抓 总好过两个人被抓吧 带我去雪人格 省省力气吧 你想死 我还不想死 就算你不带我去 我也同样进得去 好香的茶 格主 不会是专程请我 回来喝茶的吧 把傀儡娃娃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命 看来格主 和白里一族关系匪浅 那倒是跟本世子讲讲 你当年 是如何和白里一族勾结 陷害温姑的 我倒是想起来了 你说温姑 当年还存活了后人 世子不交也没事 我倒是可以去找那丫头 顺便将她带回来 跟你叙叙救 还是格主英明 不费摧毁之力 就拿回了东西 看来那个丫头 对她确实至关重要 关于温姑一族 至关重要的东西 她都可以拱手让出来 不知格主 接下来有何打算 急什么 先好好折磨她一份再说 格主英明 真不愿意了 跟我走 慕容线 你没事吧 阿里 你怎么来了 这里危险 快回去 要走我们一起走 行了 别啰嗦了 你们赶紧走吧 这次还要多谢你了 谁让我喜欢多管闲事呢 阿里 怎么了 只是傀儡娃娃被拿走了 那傀儡娃娃是假的 真正 我已经藏起来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们快回去吧 不过我总觉得 这次出来的 有点过于容易 好你个慕容线 果然够狡猾 父亲 瞧瞧你们办了什么行事 是孩儿办事不力 父亲请放心 孩儿定会拿回真正的亏赖娃娃娃 慕容线已经被救走了 什么 慕容线跑了 急什么 他要跑 也得是我让他跑才行 父亲 您是故意放他走的 是又如何 孩儿不明白 为何不直接杀了慕容线 想让慕容一族 灭族还不容易吗 我要的是名正言顺 就像当年的温姑面门一样 父亲的意思是 好戏 好戏才刚刚开始 怎么回事 傀儡娃娃娃不见了 难道被公主拿走了 赵华要求赵华公主 要求赵华公主 慕容线 你要去哪儿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我要同昭华公主成婚 你怎么了 慕容线 跟你说过 滚 慕容线 你怎么了 不在书 别再跟着我 慕容线 我是阿里 阿里 你没事吧 阿里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中了傀儡术 是你 你现在中了傀儡术 思想会被施术者左右 直到他达到目的为止 室内被查的香气 怪不得这次出逃如此顺利 我现在只能设法 将你暂时稳住 至于后面 你为何要帮我们 就当是我 多管闲事好了 还想麻烦你件事 你能替我护着阿里吗 别乱动 你现在青涂毒发 眼睛是看不见的 慕容线 他已经回慕容府了 我要去找他 他中了傀儡术 你找他也没有用 傀儡术 你帮我把控制他的娃娃 给偷出来 他中的傀儡术 是药物所值 不是外物控制 又是百里一族 他们想要效仿 当年对温孤 放心吧 他暂时不会有事 你眼睛看不见 现在这里休息几日 我会帮你把解药拿回来 少主 慕容线走了吗 回少主 他已经走了 很好 他怎么样了 我爱 只是中了青涂之毒 现在双目使命 之前我让你保护阿里 不被父亲发现 你做得很好 替少主分忧 是属下的本分 你先回薛人阁 七日之后再过来 可是他身上的毒 他身上的毒 我自然会替他解 还不走 是 属下遵命 我要回慕王府一趟 阿里就交给你了 世子倒是很相信我 你若是想害我们 无需救我们之子 你的身份 我就不追问了 但我有另外一只相求 世子但说无妨 白礼言他没有死 血人阁阁阁主就是他 对 阁中从未有人 见过阁主的真谋 连身份来处都不知 除了他 谁还会用傀儡术这种 卑鄙无耻的手段 白礼言 好一个金蝉脱桥 世子 你回来了 你去找公主 告诉他 我愿意联姻 温姑姑娘 小心 你是带解药回来了吗 清涂制毒的解药 需要连服七日才能清解 所以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 等个几日 小林 你不是血人阁的人吗 为何要对我这么好 没有哪个少年 一开始就想做恶人 你为何会做杀手 在我眼中 人情都是淡薄的 没什么可值得留念 你父母呢 我母亲 是被我父亲亲手杀死 你这个贱户人 竟然背着我在外面 勾搭别的男人 你真以为 你是个什么好东西 当年若不是为了我父亲 你会选择我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对还是问顾二小姐的 云飞求爱不成 才选择了能帮你 爬上高位的我 只可惜她 现在是圣上的女人 是你想偷就能偷的吗 你敢吗 我怀里眼得不到的东西 昨晚都会毁掉 而我不喜欢的东西 你也绝对不会骨手让人 你是说 你的母亲背叛了你的父亲 可你的父亲还有你 不是吗 她对我也是缺少父爱 只有任务 或许这世间 真的没有什么真情 怎么会呢 早晚有一日 你也会遇到那个 真心对你的人 阿丽 待大事已成 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 你答应 同昭华公主联姻了 是 父王 您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最稳妥的办法 好 我儿终于懂事了 昭华公主说 无日圣旨就会下来 那这样 为父也放心了 还原还有一事想求 望父王恩准 求父王 日后能留阿里一条性命 既然你识大体 为父就答应 只要那丫头不自己找死 为父绝不会伤她性命 谢父王 最后期限已到 不能再耽搁了 温姑姑娘 你把这个药喝了 你的眼睛就能复明了 你先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一下 少主 阿里就交给你了 他想做什么 就陪着他去做 剩下的 就不用我说了吧 是 阿里 这次你再见到慕容线 就会对他死心的吗 我能看到了 这次多谢你 你没事就行了 那我们后会有期 我先去找慕容线了 恐怕太迟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慕容线 马上就要和昭华公主成亲了 这次时针之后 你就不必再担心 为人所扣了 此事 真是有劳公主了 既然 隐患已除 那你还要继续 赐婚圣旨以下 已无任何转环余地 只是此事 对公主而言 确实有些不公平 其实 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谢我什么 谢谢你对我坦诚相告 而不是选择在情感上利用我 这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 公主 放心 我会配合你 帮你引出他们 更何况 本来就是我母后和舅舅 对不住你 上一辈的恩怨 与公主无关 对了 我差点忘了 上次为了以防万一 我拿走了他 现在 还给你 世子 按照您之前的吩咐 见到阿黎 我便将他带进来了 好 慕如线 你没事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别再跟着我 慕如线 你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 你知不知道我自己中了 我只知道 我即将同昭华成婚 别对我一概不知 你不能去昭华 这是百里一族的阴谋 你不能 温孤月 我对你 从头到尾都只是利用 明白吗 现在 我想通了 要想保全我慕容家 就不要多管闲事 我不相信 你是被傀儡树控制了 你才这么说的 你难道忘了吗 前几天我们刚刚一起去 盗了傀儡娃娃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盗这个东西 只是为了我父王 对你 只是为了利用你 找到密室 而且 我的傀儡树已经结了 你说什么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问公主 没错 我已将慕容 阿县身上的傀儡树解除了 她已经想清楚了 是真心实意的想娶我 公主 我们回去吧 不相信 你同他 何至于此 此事凶险 只有让他死心 才能够置身实外 我不相信 一定是白里子哥 我要去找他 本小姐正愿没地方发火 你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 公主 我奈何不灵 你我还奈何不灵吗 杀了我 你又能如何 贱丫头 我看你是真的想找他 阿玥 二小姐被人打上了 抓住他们 快追 阿玥上市谷重 眼前只有阁主 才能救他性命 阿玥如今庆命垂危 希望阁主 出手相救 果然是女大事八变 岳掌于想当年的云儿了 希望阁主 出手相救 你肯如此舍命 你是因为心中对温孤一族 很愧就这些 白里子 果然是你 你就是血刃阁割主 温孤显 没想到吧 你今日会败在我的手上 天意如此 注定要灭我 温孤一世 也许并不是天意 而是人为呢 没错 正是你的好副家 亲手送你上路 否则 我怎么会是 温孤将军的对手呢 当年温孤显 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断送他性命的 竟然是他最新人的副家 当年之时 是家父一时糊涂 还随后便自闻谢罪了 当年若非我用你的性命威胁他 他便不会如此下策 自你第一日入血人阁 我便知道 是为了报复仇而来 但你知道 我为何要留你到现在 只要阁主肯救阿玉 效力 可以不要这条命 我当年既答应你父亲 保你一条命 也不会食烟 你下去吧 至于 阿里这丫头 她既换我一生义父 我又怎会舍得 伤害她 你说什么 阿里被苏念影刺伤了 是 效力已经将她带回血人阁 找阁主救命了 找我父亲去了 效力 你这个废物 少主 这里好像是血人阁 我怎么会在这 行 你是血人阁阁主 你为何要救我 阿玉 你不认得我吗 你是 阿玉 义父 你现在还没死 义父可是又救了你一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没死 你拿着这个东西 会败离乎 那里可以 可以去温故平凡 义父 我们一起走 来不及了 快走 我不走 杀手马上就要追下来了 走 白丽燕 原来当年你是故意炸死 我若不炸死 如何平息事端 既然你还活着 我正好杀了你 替我温故一时报仇 不自量力 只要你现在杀不了我 你就休想得到安宁 若我想杀你 刚才就不会救你 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死了 后面的好戏 还要演给谁看呢 是你给慕容线下的傀儡术 你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想要将慕容一组连根拔起 你是想要效仿 当年灭我温故一时 你的手段还是如此卑劣 你纵然知道 又能奈我何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就凭你 父亲 放心 死不了 为父知道你喜欢这丫头 只要你尽心尽力 带我大势将成 你想娶她 也不是什么难事 多谢父亲 孩儿一定竭尽全力 世子 这是什么 没想到百里眼 竟做了两手准备 您的傀儡术 不是整起了吗 这断水蝉丝 果然名不虚传 破树即死去 断水蝉丝 谁 世子 你先出去 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木王府 你的轻功 的确了得 世子谬赞 阿丽 她现在怎么样了 世子不必担心 这次来 特意来给你送科定心丸 温姑姑娘已无大碍 百里眼 不会伤害她的 看来你这次确实来 坦诚相见的 事情 已到了该了结的时候 莫珠 你醒了 把这碗粥喝了吧 我的内力好像被封住 是白里眼封了我的内力 我劝你 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乖乖待在这里 等少主回来 再接到白里层 我一定先杀了她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少主这么爱你 你居然这么无情 若有一日 有人杀了你全家 又叫你玩弄于鼓掌之上 你觉得这是爱吗 我只知 少主也是个可怜之人 年幼时 亲眼看见母亲被父亲所杀 我从未在她眼里见过光亮 只有提到你的手 母亲被父亲所杀 我母亲是被我父亲亲手烧死 少主对你一枉情深 你就不应该辜负她 你处处维护她 难不成 你喜欢她 不喜欢谁跟你无关 温姑月 你不要静久地支持法酒 莫珠 少主 出去 阿丽 让你受惊了 白里泽 别以为你封了我的武功 就能困得住我 我王这次并没有打算困住你 有你在此 只是为了等到明日 要么放我走 要么现在就杀了我 没有我 你明日根本进不了皇宫 你什么意思 不跟着我 你怎么去参加明日 慕容线和公主的大婚 公主突然光临寒舍 有何贵感 听说阿黎姑娘在你府上 公主找阿黎何事 本公主明日就成婚了 来找七日的姐妹叙叙旧 不行吗 公主哪里的话 我这就叫新酒 带你过去便是 安中定进堂门 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是 少主 两位 请 周华公主 出去把门关上 我要同阿黎姑娘 说几句提几话 是 公主 阿黎见过公主 恭贺公主 新婚大喜 平身吧 不知公主找我何事 我听说你前纸受了重伤 便来看看 是慕容线让你来的吗 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阿黎没事 有劳公主寄管 本公主这次前来找你 是有要事相谈 阿黎昔耳恭听 阿黎姑娘 今日好好休息 明天记得前来观礼 阿黎恭送公主 怎么是你 阿黎人呢 公主用了叼包机 之前跟她离开的那个人 就是阿黎 废物 连个人都看不住 少主不必恼怒 我家公主说了 她新婚出嫁 只想让阿黎姑娘 过去帮忙而已 本公主累了 你们都退下吧 是 不知公主非心带我出来 所谓何事 明日大婚 这个新娘 你来当 公主说笑吧 慕容宪要娶的人 是公主 若真是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救你出来 心前慕容宪之所以赶你走 那是怕你身陷险境 公主你知道慕容宪 此次大婚 并非我所愿 慕容宪 一直是想引蛇出动 我只是帮她的忙罢了 可一旦里程 总归会平天些许遗憾 公主 我想了很久 我有这个办法 或许才可以两全 可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瞒天过海 只要我们小心行事 就不会出差错的 但事情结束后 我再去禀告父皇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不会牵连你们的 可公主就不怕皇后她 因此迁怒于你吗 母后一直对我宽恕 即便是发现了 最多也就是责怪我几句扒了 公主大恩 打住 我只是希望 你日后待慕容宪好一点 不要再伤她的心了 阿里紧急 今日是慕容宪和昭华的大喜之日 各位亲家 赶了此杯吧 蒙圣上龙恩 郡主台爱 我慕容世家 不胜荣幸 时辰一道 迎新人 一拜天地 二拜 二拜圣上皇后 二拜圣上皇后 陛下 你 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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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县 你在干什么 阿里 这是怎么回事 阿里 怎么是你 陛下 陛下你怎么样了 把那两个逆腿给我拿下 还有慕容府的人 统统进入府内 你说什么 慕容宪竟然在婚礼上刺杀我父皇 是的 公主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公主 是真的 慕容宪和阿里姑娘 现在已经被抓进大牢了 慕容宪 怎么会刺杀父皇 他就想要干什么 自然是狼子野心 意图不轨 昭华 说起来母后还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这一石二鸟之计 怕是还要难以成功 母后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早就知道 金翼的新娘不是我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 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吗 公主 阿里姑娘在白礼府 好 那你跟我去趟白礼府 把人换出来 公主想要救人 等着大婚之后 一样可以 为何如此匆忙 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母后什么都知道 你利用我 本宫正愁 如何处置这个贱病 如此正好 省得我费事 那慕容线呢 他怎么会突然刺杀父皇 这一切都是因为 岂有此理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如此质问我 我告诉你 慕容线行刺圣上 那个贱婢 负逆为奸 这次 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了 原来是公母社家里 想要借此 将其一并除掉 新娘为何是你 是公主救了我 让我代替她的 你为何要行刺圣上 你究竟想做什么 这与你无关 是不是因为 你身上的傀儡术 是百里岩的 这是什么 你陷害我还不够深吗 说不是因为你 我如何会中傀儡术 又如何会被傀儡术控制 去厮杀圣上 果然是因为傀儡术 如今母王府 即将不温固一族的后尘 我欠你的 也算还清了 从今天开始 离我远一点 我知道你说这些话 不是真心 你只是不想连累我 温姑月 你当真是自作多情 你现在的处境 还需要被我连累吗 看来 你姑母是铁了心的 想要这个丫头的命 希望父亲能准与孩儿 救出阿里 就算是看在当年云飞 放死 岳飞也是你可以提的 此事我不会插手 能不能救得出 那就看见自己的本事了 多谢父亲 你是谁 慕容线 你倒是淡定 这不是你们一早就计划好的吗 慕容线 死到临头了还最硬 阿里要是有任何善事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阿里只能是我的 慕容线 你就等着下地狱吧 阿里 我只愿你平安 你说什么 那个剑壁被劫走了 是 就在不久之前 除了泽尔 大概也没有人会在意那个剑壁的死 本狗就不信 他能永远都这么好运 走着瞧 这几日我有事要办 你给我把人看住了 若是再让他逃跑 我绝不侵扰 少主 放心便是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慕容线行赐圣上 罪不可恕 礼当不日处斩 慕王府所有人 禁足府中 等候发落 钦子 不可能的 彪哥 慕容王爷 您可听清楚了 我儿绝不可能如此大逆不倒 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隐情 隐情 慕容线那日行赐圣上 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既如我见小儿一面 我一定会问个清楚 或者 让我亲自见一见圣上 王爷就不必费这个麻烦了吧 事已至此 王爷好好想想 如何保全府中上下的人 一定是阿丽那个贱婢 是他迷惑了表哥 是他想要大逆不倒 为何不将他处于急刑 你再说一遍 我说是阿丽那个贱婢 你应该将他处于急刑 凭什么他能活着 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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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再有人胡说八道 这就是他的下场 白丽子 你欺人太甚 你为本王不知道 你倒走当年白丽严 写给我的密信 你想毁灭证据 你 王后 我劝您还是沉稳一些 能多活一日就多活一日 可千万不要急着找死 错过了后面的好戏 莫莫仙 怎么样了 公主还来做什么 我只是想来寻求一个答案 我不相信你会刺杀父皇 事实 就是如此 不行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你可以跟我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让阿丽当这个新娘 就是为了帮我 你 我原本只是想 我也没有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公主 还是请回吧 不行 父皇已经对你下大楼注册令 你先跟我出去 我们出去再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是你 故意射击陷害的阿丽 我没有 有或没有 你自己清楚 昭华 是本宫让昭华隐那个剑壁入局的 又如何 母后 你在说什么 你是本宫之女 究竟是谁做的 又有何区别 还是皇后娘娘通透 把公主 给我带回去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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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宪 你最大的错 就是太多管闲事 为了温姑月那个剑帝 自寻死虑 连带着整个慕王府 都要被你一并葬送掉 皇后娘娘的意思是 只要我安分守己 慕容府便能够善事善终 当年芸妃娘娘之死 应该是皇后娘娘亲手做的 是本宫 又如何 谁让她妖媚祸主 不知天高地厚 不 我不相信 我乡长怎么可能谋反 陛下也说过会相信她的 陛下对妹妹一向宠爱 她怕你胡思乱想 自是不会将实情相告 可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 薛人阁的那些凶手 就是陛下派去的 温姑月府邸 满门尽 这不可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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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死后,本宫一定会将那个剑臂抓来陪你的。 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白蕾泽带你回来的。 又是的? 你救不了她的,不如先在这里待着。 你是血人阁的人? 我现在谁也不信。 耐心等待,总有希望会出现。 你还没问过我的名字吧? 我叫萧灵。 萧灵? 你爹指贺做什么? 我想我娘亲了,想让她托梦给我。 那指贺真的可以帮你达成愿望吗? 指贺代表希望。 娘亲曾经说过,耐心等待,总会有希望出现。 萧灵? 既然是你,真的是你。 你当年,你当年去哪儿了? 父亲当年送我外出学医,带我回来时,温姑父已经没有了。 还好当年你不在府内,否则也要。 阿月,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萧灵,你回来了。 久违了,温姑小姐。 你们要做什么? 死人是来取你的幸福。 是皇后派你们来的。 温姑小姐果然送会,只可惜你没机会出去了。 糟了,我的内力还没有恢复。 大胆,在阁主的地盘闹事,不想活了吗? 萧灵,你最后不要多管闲事。 有我在,谁都别想杀他。 萧灵,你父亲当年毒害温姑将军的时候,又怎能想过心诚手软? 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说非如此,以温姑将军的身手,又怎会轻易为人所害? 温姑险到此都想不到,自己会死在最信任的副将手中。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阿月,我……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 没工作在这里给你们浪费时间。 萧灵。 阿月,既然如此,你都一起下地狱吧。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领你的情。 当年,我在学艺,归来的途中,被白李延挟持,他用我威胁父亲,所以父亲才…… 我能够理解,可是无法原谅。 这是当年的那封密信,我已经把他掏出来了,给你…… 阿月,希望你……不要激恨我…… 郭夏终于来了…… 那还真是让世子久等啊。 阿月,果然是你……百里延。 时日之后你就要被问斩了 老夫无论如何也要来送你一程 当年你害得温姑满门尽灭 然后煞死脱身 如今你想让穆王府也一起灰飞烟灭吗 怎么会呢 您在当年慕容渊曾助我的份上 我可以考虑放过府内的老弱病残 所以当年就是你用傀儡术控制罗父王 让他出面当众皆伐温姑险 看来世子喜欢听故事 那老夫便让你死个明白 慕容渊拒绝了 是 主上 慕容渊很是决绝 慕容渊 你想要独善其身 偏要拉你下水 这件事我唐妥 一是失了分寸还望慕容兄莫要怪罪 我乃独察宴监督使 自是要秉公办事 绝不能做这等如此卑鄙 无耻之事 白礼大人 以后你可要自重 慕容兄教训得极是 小弟以后绝对不干了 今日我带了私藏的好酒 与慕容兄共饮 与慕容兄共饮 走 大胆温姑险 竟然私藏龙袍 想图谋不为 温姑已是对圣上忠心可表 此事蹊跷异常 绝非我所为 事实摆在眼前 你如何自证 是皇后 同你里应外合 最终灭了温姑满门 陛下顾及云儿 始终未能痛下杀手 于是便利用血刃阁 造成温姑满门 意外被图的假象 然而 你留了温姑月一命 就是为了让他帮你找回 那封能够代表你最正的密信 没错 慕容兄为了自保 那密信威胁我 为了平息事端 我只能意外炸死 让温姑月 回入沐王府 你如此奇观算计 是为了当年的云妃 看来我猜得没错 你刚刚称呼他为云儿 叫得如此亲切 若不是陛下 云儿本来就该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你对云妃如此用情至深 那为何要害他如此 因为 因为他拒绝了你 对吗 谁让他当年只要嫁给陛下 也不愿嫁给我 我得不到的东西 就算那个人是陛下 他也休想得到 所以 你便想当这个陛下 慕容线 你果然是个人才 只可惜 你不能为我作用 便只能为我所杀 所以 你便用傀儡术控制我 让我在大婚之日 刺杀圣上 百里言呀 百里言 你这样的烂招式 还真是屡事不爽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那就是好招式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陛下也应该中了回脸树 少主 找到阿黎了 人在哪里 在郊外 你被我们的人抓住 竟敢伤害阿黎 你是不是找死 阿黎 是你 百里泽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阿黎 你想我吗 我是想要你的命 阿黎 你就别挣扎了 在我大业江城之时 回来做我的太子妃 你当真以为 百里赢了 慕容献之死是事实 谁也救不了她 如今你的性命 在我手上 我就不信 百里言和皇后 会坐视不管 我的性命 阿黎 你太听着了 虎毒不食子 我相信 百里言会交换的 那是你不够了解她 她当年 当年她当着我的面 杀了我的母亲 我对她而言 只不过是 争夺权力的棋子罢了 在大业面前 她可以舍弃任何东西 杀了你母亲 之前在小屋的那几日 是你 没错 白里泽 你还是那么卑鄙 阿黎 你没有任何机会了 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去吧 我要见慕容献一面 好 我答应你 让你送慕容献最后一程 慕容献 慕容献 你怎么了 你来做什么 欲礼娃娃娃在哪里 你想干什么 我想到救你的办法了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离我远一点 我知道 你故意推开我 是不想连累我 我看是你太自恋 是你完全救 我无人看着你 终于惶惶 无需 一个人 就当我是自作多情 好了 阿黎 你何必如此之谅 以前你总觉得我不信你 但这次 我信你 我信你从未变过 阿黎 告诉我 傀儡娃娃娃在哪 傀儡娃娃在公主那 不要再为我冒险了 我希望你能保护好你自己 虚救完了吗 阿黎 虚救完了吗 我们该走了 白离泽 断水蝉丝 慕容线 即便你不被处死 也活不了几时 不如给自己一刀 来个痛快 断水蝉丝 是什么 你无需紧张 只是伤势还未痊愈 没大碍 慕容线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能撑到几时 走 白离泽 你们到底对慕容线做了什么 无论我对他做了什么 他都活不成 泽儿 姑母 你这个贱臂可真是命大 居然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这一次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能怎么逃 请公布三思 三思什么 泽儿 你别以为你是我的侄子 我就不会惩处你 起诉侄儿斗胆 我不会把阿里交给你 你还真是跟天借胆了 本宫告诉你 就是你父亲在此 也没有用 那侄儿 只好得罪了 好 你想要护着他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上 公主 怎么是你 我得知母后要对你动手 要换技集中 这样才能带你出来 多谢公主 我正好想要找你 你是想要这个吗 没错 就是他 你有何打算 既然按的不行 那我们就来明谈 我要将百里炎的罪行 召告天下 然后告欲状 没错 只有让父皇和母后感觉到压力 才有你的可能性 公主 你可听说过 断水蝉丝 你从何接受此名 看到慕容宪万间的文理 又听到百里泽说断水蝉丝 慕容宪可是会有危险 不是 这个我可以解 你安心去便是 记住你只有五天的时间 那就好 这个你拿着 能保命 多谢公主 你去叫我的小夫 哪里有人等着你 他会中你一臂之力 萧玲 竟然是你 你还活着 本来是要死的 是公主找到我 然后救了我 那日我昏倒被带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你的音讯 我还以为你 阿月 你还怪我吗 罢了 往事如烟去 我现在只想救慕容宪 我知道你想告一状 我带你去找温姑将军 当年的亲信 现在只有他 才会接你的状子 真没想到 温姑父还有后人 如今所有证据 都已在我手上 还请景叔叔帮忙 当年我就觉得 此事蹊跷 没想到 竟如此曲折 放心 有我和你父亲的交情 我定会顶力相助 多谢景伯父 什么 那个剑壁居然告欲状 是的 皇后娘娘 景玉天已经接了状旨 明日便要 应闯皇宫告欲状了 那就让他死在 必经的酷刑之下 贤侄女儿 你可想清楚了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伯父合出此言 阿宇绝无迟疑 只要你挨得过这滚钉床 便可进攻直面圣上 这丁床有毒 景大人 皇后有令 要温姑院不出这刑访 岂有此理 我景玉天 既是背信弃义之人 大不了就是一死 景大人好风骨 但我想 你得为你的家人考虑 这 大人 您的宝贝孙子 能不能活着 就看你 剑之女儿 你别怪我 是太艳良 人心冷漫 谁认误过 要怪 就怪你自己命不好 这剑壁 她是已经死无全尸了 民女温姑月 尽见圣上 民女温姑月 叩见圣上 她竟还黯然无恙 竟于天那个废物 你 你没中毒 所以我见有人 进了景伯父的房间 不小心听到了 你们的瘫痪 所以提前服用了 公主的灵药 那既然你早知道 那你为何还要 景伯父对我有恩 如此一来 我们两不相欠 你就是温姑显之女 温姑月 正是民女 相 确实是相极了 云儿 圣上 民女是来告御状的 你要状告何人 民女要告白里一族 当年陷害温姑一案 这是物证 当年慕容温 被白里延下了傀儡树 所以才会伙同方嬷嬷 和副将萧玉陷害我父王 私藏龙袍 蓄意谋反 就凭这两样东西 证明不了什么 圣上 白里延定没有死 他就是薛刃阁阁主 还有慕容线 他也是因为中了傀儡树 所以才会行刺 够了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信口雌黄 民女还有人证 他便是萧玉之子 当年白里延以他的性命要挟 迫使萧玉陷害我温姑一族 萧玉见过圣上 温姑夜方才所说的 可是真的 回圣上 温姑姑娘所言 并非属实 萧某在外学艺时 并未归来 也没有被谁威胁性命 萧玉 你怎么了 好了 你退下吧 是 温姑夜 你为了救慕容线 竟然编出了这么多瞎话 民女所言 句句属实 当年之事已定 如果没有实证 你便是肆意诬陷 这罪名可不小啊 我便会对你严惩不殆 事已至此 民女也无话可说 你既是温姑之女 也算是罪臣之后 苟姐活了这么多年 已经够门了 这样吧 你若是愿意赴死 姑可以考虑 赦免沐王府其余的人 如何 既是如此 那民女也有一个条件 你说 民女要以 慕容线之妻的身份 随其赴死 好 念在你对其 一往情深的份上 姑 准了 这颗毒药的期限 为三日 你扶下它 待到慕容线行刑之时 便是你毒发之日 阿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不起阿玉 我对你的苦衷 苦衷 究竟是什么样的苦衷 能让你面不改色 说出刚才那番话 温姑月你清醒一点 你没有看到陛下也被傀儡 住所控制了吗 无论我们说什么 做什么 结果都是一样的 若当真如此 一开始你又为何要帮我 我 我知道了 你是在拖延时间对不对 你跟白李延 跟皇后他们都是一伙的 阿玉 你不要这样 别碰我 我当初就不甘信 我救不了慕容线 也救不了那些亡死的恩惠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那个人 不是你 阿玉 我早就说过 你改变不了心事 白李泽 又是你 当然是我 若不是我让萧林这么做 你在姑母那里 早就没有活路了 你说什么 萧林是受你的指示 我既然拦不住你 只好让萧林跟着你 姑母这次对你志在必得 你还真以为 公主给你的那颗解药 能解得了她下的毒 所以那夜 是萧林 引我察觉 锦衣天密谈的人 没错 也是我 让她换掉姑母下的剧毒 为了掩人耳目 你中的只是轻微的毒而已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感激你 你们以为控制了圣上 就能一赢到底吗 圣上所种的傀儡树 跟你之前身上的骨是一样的 若想解除 也就只有西兰圣草 只可惜西兰圣草只剩最后一株 被慕容仙盗走 来解你身上的忘群骨 这汤药 有助于缓和你的伤势 快喝了它 就算你们能够操控人心又如何 你们能操控得了一时 能操控得了一生吗 事已至此 待慕容仙行刑后 你就做我的太子妃 我说过 我会将你永远的留在我身边 阿丽真是傻 她终究还是做了 这也足以可见 她对你的情深一重 我本不想让她身陷其重 慕容仙 你总是这个样子 永远把别人都推开 什么事情 都自己一个人承担 我只是觉得自己可以 就像上次 你故意推开我 也是知道母后在 怕她责罚我是吗 算了 我也知道 我劝不住你 无论如何 还是要多谢公主 多此援手之恩 我宝不住你 好 好 你 慕容线 谢谢你曾经问我做的一切 你我七年之憾 能换来这半生之约 也算是得偿所愿 阿月 你还来做什么 是想告诉我救你的人并非公主 而是百里泽是吗 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做百里家的狗 做的还真是忠心 你现在是不是恨透了我 我不恨你 我只是希望 再也见不到你 我的确是来跟你告别的 你竟然请旨 要随慕容线一起赴死 慕容线一死 我绝不会毒祸 为什么 为什么你宁愿跟慕容线一起死 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 你有什么资格同他相提并论 白里泽 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对你的情意 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一直以来 你对我除了利用 除了羞辱 还有什么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 我也不会爱上 阿里 你觉得 我会让你如愿吗 我已经服下了圣上所赐的毒药 即便你要强求 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句遗孩而已 阿里 你竟然如此不留后了 阿里 你想救慕王府的人 那我便拉着整个慕王府给你陪葬 阿里 你怎么这么傻 你已经知道了 我慕容线 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慕容线 那个时候 我出入慕王府 你对我那般宽纵 就不怕我真的杀了你 我知道你舍不得 你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断水蝉丝 无碍 睡会吧 我如线 我如线 你 我如线 人天人地 时辰已到 行万剑穿心之行 为其爱你 无认意 不要情节有力 风声未尽 只怕要在苦心中 独行 不如先 阿丽 不如先 我们是不是都死了 这里是天上还是地狱 傻瓜 我们都还活着 你又在骗我 不过没关系 只要和你在一起 天上地狱都无所谓 是真的阿丽 你看 你还能感受到我的温度 我们真的没死 怎么可能呢 我明明看见你呗 是真的阿丽 这只是我和圣上设下的一个局而已 没死就好 太好了 可是你没死 那刑场上死的那个人是谁 是萧绫 你说什么 怎么会是萧绫 你想好了 愿助本世子一臂之力 萧某既然答应相助 定当生死不复 血刃格 那边情况怎么样 据我所知 皇后已经对圣上下了鼓 这些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只有沿着他们的计划走下去 我们才有机会 我们才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世子这是已有计谋了 我会假意和公主成婚 在大婚当日 你假意刺杀胜杀 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 待世子被赴 定下死罪 白礼家 才会彻底松懈 正是如此 只是 我还没想好 炸死的事 如何才能做到圆满 世子不必多想 萧某 愿意 你说什么 想要他们相信 就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绝 你想好了 我想世子 也查清楚了我的身份 无论当年的事怎样 事实都是我父亲 毒害了温姑将领 既然事情因我而起 那就由我而终 这早就是我该有的结局 阿丽 我当初就不该信你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你 我的确是来跟你告别的 阿丽 你怎么了 我不该对他如此无情 你无须自责 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接下来 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七年 老夫终于又回来了 终于主上回归 昨儿呢 属下一位见少主宗颜 这个没用的东西 为了个女子 如此没出息 老夫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现在的圣上 也不过是我手中的提线木偶 这个天下 可就是我的了 爱丽爱卿 当真这样以为吗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没想到吧 我们还活着 白礼言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你 你们是如何逃脱的 我这招炸死 难道不是跟百里合主学的吗 还有 圣上的傀儡术 也早就已经解 当日阿丽炸死时 我曾在他身上取过血 他的血 融合西兰圣子 陛下 得罪了 可以解圣上身上的古书 我前进皇宫 偷取西兰圣草之时 便已同圣上会面 那时我们就开始计划 之后发生的种种 都只是我们将计就计报 是老夫大义了 早知如此 我一开始就敢将你们全部见命 那日在黑牢里 你对我说的话 皇上也早已尽收而抵 所以你假装诈死 就是为了骗老夫 彻底放下防备 你既然活着站在这里 那死的人又是谁 是萧陵 萧陵 萧玉之子 老夫原以为他是日养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包藏祸心的狼 白礼言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可说 原来 上上是一直相信文姑的 对吗 当初 姑确实被你所蒙蔽 直到云儿死后 姑细细想来 事有计较 这么多年来 姑一直在暗中调查 才发现皇后的阴谋 直到慕容线私下来找姑 你不配跟我提云儿 若非是你 云儿怎会惨死 他若早足了我的意 都是因为你 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 你就要陷害温姑一族 让薛人格图了满门 白礼言 别再为你的野心找任何借口了 当年云飞拒绝 也是因为他早就看透你的狼子野心 你胡说 当年温姑老将军 对你的印象也颇为不好 那是因为他们本就傲慢无礼 当年我向云儿求亲时 温姑先将我拒至门外 还将云儿送进了宫 彻底断了我的念想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就因为他是天子 而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 我就想让他知道 谁则是天下最强的人 白礼言 你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陷害慕容温姑两家 更是涉及陷害我温姑全族 就算杀你一百次也不足够 白礼言 你确实可恨 若不杀你 实在对不起那些汪死的冤魂 既然如此 老夫今日被人将你们杀了 大不了与死王婆 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了 竟敢跟老夫硬碰硬 你别忘了 身上的断肥蝉丝 以为你能活几日 本世子还能活几日 就不劳各主费心了 来人 将白礼言带回去 择日处于极星 成王败寇 老夫人在 但就凭你们 不会吹老夫的命 父皇 无非 女儿今日终于替你们报仇血恨了 阿丽 白礼府那边怎么样了 回皇后娘娘 白礼大人已经浮房了 什么 本宫不相信 本宫绝不相信 回皇后娘娘 我们安排在皇宫内的势力 已经被皇上摧毁了 这不可能 本宫绝对不可能说 母后 你跟父皇好好认个错 我一定会替你求情的 都怪你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都在安装包了 对不对 母后 这话只是不想你一错再错 我求求你 醒悟吧 本宫没有你这个女儿 难道你真的不想活命了吗 圣上无日将昭告天下 温孤终将平凡 阿丽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只是不知道白礼泽 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放心 他跑不掉的 世子 不好了 白礼泽弄了雷火弹 说是要炸了整个慕王府 什么 白礼泽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用这雷火弹 将你们整个慕王府 一为平地 圣上只是将慕王府禁足 岂容你在这里胡来 慕容王爷 你也太天真了 你还真以为 你们能全身而退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的性命 我说了算 白礼泽 住手 谢 阿丽 你还活着 慕容线 你竟然没有死 白礼泽 白礼炎已经伏法 白礼一族彻底败了 收手吧 你有什么资格跟本王谈条件 若是再废话 本王就有手中的雷火弹 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己 白礼泽 白礼泽 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快收手吧 阿丽 你就是我的退路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我便放了他们所有人 你又何苦如此执着 那你又为何 不尝试着爱我吗 白礼泽 如果你愿意迷途之返 我们也可以是朋友 朋友 是 朋友 我可以替你向圣上求情 饶你一命 没想到 最在意我性命的人 是你 你曾跟我说过 白礼炎亲手杀死你的母亲 你也是痛恨她的 对吧 我恨她 我这个儿子于她而已 只不过是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已 白礼炎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人再会控制你了 你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你想测缝我 我只是希望 你能拥有 属于自己真正的人生 白礼泽 白礼泽 原来 你真的在意我的性命 这个拥抱 真好 阿礼 你的心愿可了了 慕容线 我们在这里 把婚礼上之前未完成的礼 进行完可好 好 公主 慕容线 还今夜不会 她去哪了 没想到 这断水蝉丝如此厉害 竟能攻破 你自愈的经脉 如今诸事已了 我已再无遗憾 此番前来 是想求公主 帮我最后一个忙 她身上的断水蝉丝 有些麻烦 我让她去找江湖中的一位神医 或许可以解她的毒 这事 你先前遗落在慕王府的 慕容线让我转交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白